Hello, 大家好, 我是Ami 上次Lolo Piano 开箱的Live 我就是穿着这件衣服 想不到它的昏运度比起 手袋和鞋还要高 开完Live 之后,我收到很多 PM 查询关于这件衣服 既然大家都那么喜欢,今天 不如就一次过拍影片和大家分享 顺便说另外两样 都是新买给今天夏天穿的 都是一些基本的简单款式 一件T和一条褲 这里有123456789 有9样东西 开始前, 需要多谢Surfsharp VPN 赞助这条片 之前有和大家分享过 用VPN网购的话 有机会可以取得外国网站不同的优惠 除了网购之外, 我还会用它来看Lavis 因为一些香港看不到的剧集 或者其他国家的独家内容 只用了VPN就可以把它们看完 而且Surfsharp VPN 最大的优点就是简单易用 介面清晰 无论你是用Windows、Mac机 Android或者iPhone的Rx 它一样都可以support到 在目前为止 它在世界各地有100个国家 提供超过3000个优惠 是暂时唯一一个VPN 有100个国家的优惠 另外它其中一个特色 就是无论你买去哪个Plan 你的连线装置都是没有上限 即是你安装完你的电话 安装上iPad 然后帮大家安装上他们的电脑 一个VPN 就可以令到他们全部都受到保护 虽然Surfsharp没有提供免费 但他们有提供30日的退款保证 现在他们也有优惠 用了我的Promo Code 订购2年的VPN计划 除了有Special Offer 还会额外送多3个月的使用期限 有兴趣的朋友 就快点去Infobox 看看资料订购吧 以下来介绍的三副 全部都是自费的 全部都是黑色的 选黑色只不过是个人喜好 如果你喜欢其他颜色 它们应该是油的 你可以去看看 而且基本上 它们全部都是最基本的 最简单的款式 所以好像每件都一样 主要的分别就是 漂亮、质地、旧等 先说说在Sou-Sou 买回来的东西 Sou-Sou 是一个日本京都的品牌 基本上它们全部都是Main in Japan 我自己都是在他们的官网买 然后直接寄回来香港 你可以放心 他们的官网除了日文之外 还有英文、中文和韩文 所以放心 选择自己看开的语言就可以了 还有他们会做免运费的优惠 对上次我见他们 就是买满1万日圆 就可以免运费寄到来香港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留意下他们这些优惠 今次我在Sou-Sou 一共买了7样东西 有6件衣服和1对襪 先讲讲一对襪 这一对是一对普通长度的分子襪 600多日圆为三十多元 我也是买了正式 穿上去之后 它旁边这里就有他们的logo 脚板这个位都有他们的logo 不过这个logo 他们是用了金线去弄的 虽然穿上脚就没人知道 不过有这些心思位 当你拿上手的时候 心底也是会欣赏的 这对襪子我觉得挺好穿的 它是棉质的 我觉得它的厚薄是刚好 夏天和冬天都可以穿的 虽然就这么黑色一对 好像很普通 但是分子的这个位置 当你穿上脚之后 又会变得很高级 这个我觉得是很实用的 便宜的除了自用之外 我觉得送给朋友收到都会很开心 接着说说我穿着的这件 这件就是那天开live的时候 最多人问的那件 这件是SoulSoul的夏季款式 很多人回来问我 就说在他们的官网上 就找不到这件衣服 其实只要进到他们的网页 选选女士和服 然后选选夏天 再跟着那些文字看看 找回方领短袖衣服 就会有它的 因为他们通常展示出来的 那些照片都是很多花款的 所以就这样看起来 是真的不太明显的 你看文字 找回方领短袖衣服 你就按进去 就会看到这件黑色的短袖衣服 这件衣服大家都赞 就是说领头做得好看 那也确是的 这些方领如果做得不好的话 是真的会很奇怪的 这件衣服的领的cutting 我觉得是做得很好的 特别就是领头的高度 也是做得刚好 当你穿上身之后 这个领位是不会松泡泡的 有些时候 就算你要污下身 它也不容易走光 所以这个位是真的要赚的 而且它沿着领都做了车线 这样的好处就是 就算你多洗几次 也不怕领会挖 除了领之外 而且这件衣服还用了一只高度缩绵的布料 去做的 我看回这只布料都挺特别的 它不是那些滑绿绿的布料 当你摸上身 甚至乎你会觉得它有点粗糙的 但是神奇就是 当你穿上身 它是一点都不得肉的 官方说 它们这种布料 是用了一种特殊的沙线去继承的 它的表面是会有些粒状的皱纹 也因为这些粒状的皱纹 你摸上手 你就会觉得它不是很平滑 正正因为它的表面是有这样粒粒粒的 就可以减少布面和皮肤的接触面 这个好处就是 譬如夏天你流很多汗的时候 这里里面有很多很微小的空隙位 就可以帮你快速排汗 即使你爆了汗也好 穿着它都可以快点保持着人是清爽 这样就自不然会凉一点 但我说到最奇怪的是 它们的官网同时说 这个布料也是适合冬天穿的 只要你外面再加多一件衣服 用它来打底 这个粒粒的布料 里面这些微小的空隙位 就可以帮你锁住空气 用这些空气来帮你做到保暖 是不是很神奇 冬天穿得不行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夏天到现在 这些大概30度左右的天气穿 的确是挺舒服的 我一共买了三件 这类高度宿棉的衣服 另外两件都是V领的 先说这件 这件前段应该常常有看我拍片穿 它是V领的 手袖是六分袖长 其实这件的同款 我还买了一件棉质长袖 我想说这件V领 比起这个方领 我是更加喜欢一些 你看看这个V领 其实它是有一条车线 一直扮在腰上的 事实上它是模拟着和服里面的内搭 左搭右 当你穿上身之后 这些车线位 你就这样看起来 是真的有少少像左搭右 这件和长袖这件的领 都是这样的 又是了 领口位是开得很贴身的 你穿上身的时候 它不会松起不容易走光 那V领的V也不会开得太低 它是属于一个很健康的V领 还有一个细心位也是很漂亮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就是它连后颈背面 都是做了V领 后颈这个V 其实就是跟着和服的时候 会露后颈的深思位 就是这个位置露多一点点 整条颈在视角上是立即幼了 是好看很多的 这两件都是这样的前后都V 我是很喜欢的 而六分袖的这个 袖墙也是很好 刚好就遮住了 所有手臂最肥的位置到这里 这件也是高度缩眠 照道理就是夏天穿都可以的 另外长袖的这件 就是普通的唇棉 它们用的cutton 都是比较滑身 实际些 穿上身也是舒服的 不要介意 这些其实我是就这样 扔下洗衣机洗好 就挂起了 你就这样看 好像也有一点炒炒地 其实它平时就这样洗完 浪干了 就算你不烫也好 你穿它上身 它很快 一会一会就会直到 这个 基本上这一只料 我觉得都是懒人的料 接着说这件 都是高度缩眠 都是V颗 但这件我就没穿的 这件跟刚才那些 cutting有点不同 它是比较阔身一些的 这里顺便说它们的尺寸 因为都收到很多PM查询 到底买什么尺寸 在官网里面 每件衣服都可以看尺寸 选择合自己的尺寸 它是触碼的 就可以了 唯独是这件 当时我看它的尺寸 它应该是预计 希望你是很松身 很oversize 这样穿的 但因为我自己 就不是很喜欢oversize 所以这件我是选了加细码 最细的了 这件 这件的尺寸是这样的 我估计这件 它是想做得再casual一点 简陋一点 轻型一点的感觉 你看到吗 又是很薄的 不过这件的手袖位 是开得比较阔 比较大的 旁边也能看得到 所以穿它 应该就要打底了 但无可否认 这件真的是很轻的 我是在想 比如迟些去泰国 或者即使那些35、6度 还要出去户外活动的时候 穿它应该就适合了 接着到这件 也是V领 但它的cutting 没有那么修身 你就这样看 它是像就这样直身的T 这个质地就是cotton 不是高度缩绵 暂时又是这些30度左右的天气 是很舒服的 可惜的是 这件我是没有那么喜欢它的领 但其实它的领也是开得很好的 这个高度是对的 如果跟刚才那些比 这个V领就会开得较一点 穿上身感觉上领口就会大一点 但它一样都不会走光 我不喜欢的是它上面的这些车线 我知道它是想用这些车线 去做和服左搭右的感觉 但我不知道 到底是因为这些白色的车线 还是怎样呢 而且因为穿上身它是直身的关系 所以是一些日式的感觉都没有 反而我觉得我穿了它之后 是很像泰式按摩师傅的制服 这个差点 在我身上 不太好 接着就到这件了 这件的领也是很特别的 它是仿效着和服里面的高领内搭去做的 当穿上身 这个高领就会贴着颗子 我觉得也很漂亮 但在夏天穿可能就会热一点点 还有可能它想领位 让你穿的时候再柔软一点 让你穿得舒服一点 所以它是用了另外一种物料去做这个领位的 是软熟一点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黑色有少少出现鸳鸯色 领口的这一块布是真的比较柔软的 所以每次洗完都要帮它轻轻整理一下 它又不是弱的 就是你要帮它移一下位置 就会漂亮一点 一样的背脚也是做了一个小V 而且这一件的手袖 它又做了少少心思位 这里就加了一个杂 令到这里有少少补起 感觉上就更可爱一点 它们的衣服全部在三脚那里 都会有个Tag 就会有他们的logo在上面 这件我也喜欢的 因为穿出来是有那种日式的感觉 在SORSOR就是买了这几件了 它们的钱都介乎四千多五千多日元左右 为港币大概就是二百多元一件 以他们的质料来说 我觉得这个钱是值的 之后再说一件V领 这个是今季的 我在SORS那里买的 它是二百五十元 它也是Cotton 这个Cotton是滑身的Cotton 这一种料我是喜欢的 它的厚薄度是做到紧紧薄到不透的那个level 就是这样啊 你看到吗 真的很棒 这些夏天穿是真是舒服的 但是它这个V领的V 比刚才SORSOR的V领 它是开得低一点点的 但都漂亮的 它是elegant一点的 但如果有时候大动作 要污下身的话 这个V领最好按一按安全点 不过这一件我觉得也是买得过的 我是有考虑着 应不应该买多一件做存货的 因为要选择到漂亮的V领的T 其实不是容易的 圆领就经常都见到 V领漂亮的是难遇到的 所以这件我也很喜欢 最后一定要说到AGA的这一条裤 这条裤我们是在东冲Outlet那里买的 没有记错当时的正价是一千三百多的 在Outlet折了之后 都要八百多元的 但我想说 超级舒服 这条裤是舒服到不得了 这条裤非常滑 十分之薄 但是它薄得来 穿上身是完全不透的 而且当你穿上身 它真的轻得好像没有穿裤 话说去年我在AGA 都买过一条类似这些物料 专是夏天穿的裤 那条都已经是很正的了 就算是三十六七度 真的不射它 你只要穿它的裤 是完全不觉得容易的 谁知今年遇到这个 材料更漂亮 是比我之前买AGA的夏天裤 我看它的裤子 就是86%的Polyester 和14%的Elaster 它是越南製造的 它开AGA的裤子 你就会知道 它们的cutting是做得很好的 就是那些heap位 那些全部都是做得很漂亮的 那这条呢 就是圆圆全全是直脚的 不过它不是全长的 它应该是九分长的长度 就是说如果你穿了它的话 你会看到一些纹的 那个长度 就不是垂直的长度 这个裤子实情是橡筋腰 它前面就做了一个装饰的扣 等于你穿衣服穿的话 就是腰部就有点东西看 这条裤子当日 我和Sensee一起去东涌逛街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我们两个都试完之后 是立刻一人买了一条 买完之后 Sensee都说 虽然这条裤子要八百多元 但是真的买得好 真的很舒服 我也是上他们的官网 看看这条裤子还有没有 但是我发现一模一样的 就没有了 不过这种Fast Dry UVC 这系列的东西 它们还有卖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他们的店铺试一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黑色衣服 就是这么多了 如果你都发挥到一些很穿的黑色衣服 记得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 记得like,subscribe 和share给你身边的朋友 想看我一些简单日常的分享 记得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那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